我们来看以西有哪些功能 以西功能刚刚有说它促进果实的熟成 因为我怕成熟会跟种子从小变单 那个成熟会搞不清楚 所以我特别口语上叫它熟成 熟成的机制是 唯有水解酵素 会让细胞壁跟大分子被分解 所以细胞壁开始没那么硬 因为纤维素被分解变软 然后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 像变成氨基酸或变成单糖 之前就会又鲜又甜 这时候果实就会变软变香变甜 所以以西有叫做果实成熟基素 这边讲的成熟就是指果皮变香变软变甜 第二个它会让叶子老化 这是我们课文上提到的 它会让叶子老化 它的机制其实就是让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 小分子就被吸收到金 叶子就老了就老了老化 第二个接下来它可以造成零一层的产生 所以当叶子养分没有的时候 它也会致意这边形成一层很脆弱的一层构造 这个构造叫离层 你看它的过程 因为我们知道离层它是生长数会抑制离层的形成 所以我们之前在提生长数的时候 说生长数会抑制落花落叶落果 抑制落花落叶落果 而乙烯会促进落花落叶落果是解抗 主要的 所以这两个基础会互相调节的 当生长数IA能够下降时 乙烯就会增加 乙烯就开始让细胞壁跟细胞层被水减而破坏 也就是离层这边的细胞壁 离层 中胶层 中胶层就是细胞与细胞之间 两个细胞之中当胶水的那一层被分解 自然就脱落了 就会形成一个离层 离层就会脱落下 可是脱落下来的离层并不会形成伤口的 它的做法大概是这样 它会靠内侧这边会形成木酸质保护层 这边 另一边其实也有 这边脱落的时候 这边就裂开来了 所以这边会形成一个木酸质保护层 并不会有一个裸露的伤口 对待之后的留下这个地方就是叶痕 叶子脱落的痕迹 所以叶痕表面是有一个木酸质的保护层 来堵住那个伤口 先形成好才形成离层脱落 这样就不会产生伤口 就不怕病人体入侵了 好 接下来这个例子比较特别 就是我打星星然后打问号 不是很强调也不是很重要 只是我们有些课本会补充 乙烯会引发某些花性别的改变 如果今天我的乙烯量比较多的时候 这些花大部分会形成持花 但如果今天是GA 级别素角度的时候 会形成比较多的是雄花 你可以想想看 在整个农业上面 我们是不是会比较喜欢上面这一个 因为持花才能结果 果实的果 果实是持花中持肥膨大形成的 这样子 在农业上应用就是促进果实的吹熟 让它熟成 让它变软变香变甜 以下这是乙烯的功能 我们来看几个图 几个照片 如果今天这是一个正常的植株 我放了一个熟成的番茄 它开始释放出所谓的乙烯 这乙烯就放置 就会让它叶子脱落了 因为它形成离层就脱落了 促进若花若叶若果 离层的形成 所以离层的形成是乙烯造成 不是离层素 离层素不会造成离层 是乙烯才是 所谓的离层是这样 它这边会形成一个 厚厚的保护层在这里 然后我打叉叉的地方 就是接下来会破裂的离层的地方 你当你的木酸值保护层形成好之后 中间这些细胞被水碱破坏 就裂开就掉下去 整片一直脱落 就形成一个叶痕 挡在这边 就一个伤口堵在那里 我们来看 当这是一个没有熟成的番茄 但其中有一颗番茄熟成 它分泌出来的乙烯 就会让其他的番茄很快的熟成 熟成的番茄又继续分泌乙烯 所以它是个连锁反应 就会让整个整箱的水果 在很快的时间之间就快速的熟成掉了 这是番茄的例子 以上就是有关于乙烯的各种功能及应用